今年三月份 中華拔河隊在世界杯男子560公斤的冠軍戰 對決愛爾蘭 不過因為判決爭議而錯失了金牌 在教練提出申訴之後 國際總會審視了比賽的影片 最後確認當時是人為誤判 所以最後是改判中華隊和愛爾蘭並列第一 這也是國際總會改判並列第一的首例 中華男子拔河隊的教練激動向裁判抗議 要爭取公道 這一場在三月份比賽的世界杯男子560公斤拔河冠軍賽 中華隊出陣愛爾蘭 在第二局愛爾蘭犯規零兩次警告 中華隊一次警告的情況下 雙方選手同時坐地 主審卻是直接判定 已經拿下首局勝利的愛爾蘭奪得金牌 這讓中華隊的選手當場傻眼 氣憤又無奈 教練立即提出申訴 拔河協會也發函抗議 國際總會在審視比賽影片之後 正式發函 確認比賽是人為誤判 所以改判中華隊和愛爾蘭並列第一名 創下國際總會的首例也還給中華隊持來的金牌 16號回到台灣以後其實每一個選手的心情都很低落 當然今天收到這個訊息以後選手其實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至少他們認為他們該得到的榮耀都回歸回來了 討回措施的金牌讓選手相當興奮 不過國際總會來函卻也表明 中華隊在頒獎典禮拒絕受獎的行為是不被接受的 將會有所處置 中華男子拔河隊一掃運氣 要回了榮耀 選手每個人的國光獎金也能從30萬要升到60萬 接下來將專心投入九月份南非的世外世界盃拔河賽訓練 全力備戰 記者蔡惠林王德馨 特別報導 加頒 總 輪 左